原來是碰上地震 副指揮官隨即插播最新消息 接著話封一轉回歸正題 宣布新政策因為又有松綁規範 指揮中心規定麻將場所是可以飲食的 但是並不是能夠邊打邊吃 而是必須要離開麻將桌 並且符合中央的餐飲指引 才能夠飲食 只是同樣都被納入松綁的休閒娛樂場所 能不能吃東西卻各不同 遊戲機明明一人一機 和他人距離更遠 指引卻還是寫禁止飲食 而KTV MTV場所能短暫脫口罩 喝水或非酒精飲料 依舊不能吃東西 至於不論吃喝都可以的桌遊和麻將休閒館 還是有限制 遊戲區內禁止吃東西 還是要保持社交距離 但中央搶先公布 地方卻毫不知情 遵照的指引都沒收到 根本趕不及10月5號就上路 明天是10月5號開始要開放 不過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看到經濟部的指引 除了運動休閒方面開放宗教信仰也要顧及 10月5號開始宗教場所不再有室內80人的限制 而是依照融流的人數來計算 不過針對繞境徒步進鄉還有遊行仍然不開放 包含坐禮拜也沒有80人限制 更取消梅花座 至於全程搭車的進鄉團終於也開放 若要住宿一間最多4人 但同住家人除外 另外新聞播報 主播終於能脫下口罩 反觀政論節目指揮中心認為來賓和主持人節目討論難維持距離 站不開放 各面向紛紛訂出新指引 不過民眾和業者似乎有點混亂 地方政府也要時間準備 落實成效恐怕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TVBS新聞聯志舟宣SMG小組台北報導